農曆3月3號 今天是玄天上帝的獸蛋 敬意帶大家來到 台南仁德的北極點 趕快 跟著我 一塊去給相代公祝壽囉 都會 今天好熱鬧 又是歌仔戲 然後又有伴桌 今天玄天上帝的生日 搭齊心來祝壽 那今天呢 有舉辦什麼特別的儀式嗎 因為我們神經病在這個小老公 很照顧國家的信徒 你像科種館的 就有辦一百四十幾個 喔 很多耶 燕王辦在這裡 我也辦得很豐盛 我們在這裡生意 在這裡慶幸的那個風景 晚上11點 那是一項重要的時間 因為這麼多信徒 這麼多威猿 都會在那個市局 來拜上帝公 祝壽的萬修 主委 所以這間廟 很大的特色 剛剛聽你說 它是玉皇上帝直降的耶 完全沒有分靈 對 沒錯 因為它是玉皇上帝 對 祖有上 其中一個玉皇上帝公的來 主委啊 聽說這裡立書有六百萬年喔 對 沒錯 故事怎麼來 它是元壽於某明朝 明宣宗 東元1426年 那個時候 那時候也是 那時候都是 都市之秋 民不聊山 那個老舍 先祖 以為一間 母天天上帝 發生 美少康 美少康安 急救玉皇上帝 江湖 心靈 緊急 守護神 守後 在林末清初 公元1644年 各遊老市神明 但將軍 將軍 現天上帝 發生 歸道歐水高 落地世間儀 以前叫做母台南酒人責爭 以人禮 就是現在的台南市人責苦 中情禮 老處鮮民共風 總先生我們知道仁德北極殿 供奉的是我們玄天上帝 可以看到他的神尊好特別喔 那種氣勢 他這個玄天大上帝 他是用泥獸去捏的 他有三個兄弟 就是玄天大上帝 玄天二上帝 玄天三上帝 還有哪些神尊呢 兩邊這裡是九天天路 左邊就是苦德正神 龍邊的香黃啊 有那個蔡穗星金 左香黃就是永定王爺公 黃大哥這棟建築真的很漂亮 很像一個藝術作品耶 雕梁畫棟喔 建築物有什麼樣的特色呢 建築物有分了五大類 一個是設計案結構工廠 第二就是石雕 第三木雕 第四就是檢圓 第五就是彩繪工廠 一般像我們這麼長的零條 有十四櫃花會分三十 我們這整棟是整棟的 我們的棟是整棟的 都不合的 台灣飛下去 一般的神棟是不像 我們上面有處處 我們這上面像廟中廟這樣 主委啊 那三十多年來應該感受到 不少的神蹟齁 嗯 有一個切身在我的生活上的 我很愛作業 有一次我經過世的經營 就是 親密 忘了一個阿婆在我家 我問阿婆 你如果沒什麼意思 阿婆就寫這棟花花 結果我照相作業 結果 我浮入海 我不會有養 我小孩也不會有養 沒有代表之外 他以前看我越老 都很緊張 介紹一下 倆 兩三秒的時間 在一關頭 我已經在十分之間 我們小孩折扣起來 當年我想起很多手 都想不到 等到這棟葉送給他 引起 才知道 這棟是 九天榴 那九天懸女救了你 像這樣的靈感事蹟 不只發生在你們身上 這邊香火也很鼎盛 其實大家都感受到 這裡的神危顯賀 任德北池殿 他按個禮拜五 都有一個工作 那個工作就是救世大 你有什麼宜蘭集成 或是有什麼事情 都請我來求問 但是不會把信徒 拿到補給人 歡迎全國十方信長 來台南人的北極電參與 戰 既然不做的 今天請禁職 多謝 我們現在也討論 我們現在也討論 好 我們現在討論 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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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開放